好的主播觀眾先前新竹出現了天坑 現在連台北市新一區也出現天坑了嗎 那今天是既然是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台北市新一區的崇德街也發生了一個大天坑 那附近民眾表示說其實當下發生的時候 發現轟轟的巨響 那根據了解呢 這個新一區是在崇德街60巷22號附近 它是一處新建的工地 它旁邊的道路發生了地層下陷 然後這坑洞大約是有長15公尺寬3公尺 那麼其實從剛剛稍早畫面可以看到說 那個機車還有自行車也都陷入了這個坑洞裡面 那這坑洞其實波及到了旁邊的民宅 那麼其實消防局在第一時間 也馬上將這些民眾給驅離 馬上給他們疏散開來 那是諸散的住戶大約是有10多人 那同時警方也在現場也拉起了封鎖線 然後通知市府相關單位來道場處理 那根據了解這個天坑的旁邊 是準備新建的建案 那這建案預計要在115年完成 沒有想到在今天發生了這個塌陷的這個狀況 那其實在剛剛五點多的時候 還有發生第二次塌陷的這個情形 那根據了解其實當下是因為好像在持續灌漿的關係 才會發生第二次的塌陷 那麼消防局當時也救出兩名女子 然後有疏散一男一女 那目前人員已經疏散了完畢 那麼其實有一名老婦人因為行動不便 雖然沒有外傷 但是家屬還是有要要求要預防性的送醫 那目前建管處還有新 還有政府的新公署人員也都到場 再來進行檢修當中 那麼現場也設置了指揮所 那麼初步懷疑是跟這個新建案有關係 那麼以上是我們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如果大家會有最新的消息 也會來持續為您掌握 將時間交換給同內主播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